Hello,大家好,我是Mr.Eman So 今天會為大家講解HKDSE 2014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ssion B, Question 36 請來畫面的訊息,如果你是未曾理解我為何要做這輯影片 又或者如何正確地使用這輯影片 請你 pause 畫面,否則我們可以繼續 第36題就是牽涉到Compass number 我們都循例了一插一插何謂Compass number Compass number,我們主要是分開兩部分 一個是real part,另一個是imaginary part real part就是實數,我們用開的那些 而imaginary就是有個i的物體 那這個i是什麼呢? i其實就是負1,根負1 我說得不好,根負1 當你根負1乘根負1就是根負1的二次 二次和開方根會互相抵消 那就會出現了負1 負1乘i,即是i的三次,那就負i 那如果i4是怎樣? i4就是兩隻負1雙乘 i4就是兩隻i2雙乘 OK,那就出現了正1 一再乘一隻i,那怎麼辦? 一乘任何東西就是任何東西 一乘i就是i,即是根負1 如此類推,周連伏此 就是i負1,負1,負1,負1 OK? 那給大家看一個例子,幾個 如果i13,那怎麼辦? i13就是有4隻i4,再乘多一隻i 那就只剩下i OK,即是把13 轉為4乘3加1 即是把那些40 哦,40很簡單 40就是有多少隻? 4乘4就有4隻 行不行 那其實是把指數找它的余數 OK,1,2,3 除4除不到 那麼 兜負4就是余3 OK? 好,那這裡自己慢慢再繼續網索一下 好,那就看回題目了 題目呢,它就有個叫做 β² plus 4 over β plus 2i 那到底這個思考著力點會在哪裡呢? 著力點就是會看一看這個 所謂的i2 去到i4 即是i2 即是i2 去到i4 去到i4 這樣就發覺 咦? i4好像有些東西 那我就在想 那我就在想 如果 我先假設 假設 假設 前面那個是一個二次項 後面又是能夠二次項 即是兩個二次項 我就可以做factorization 因為 上高呢就是 β² plus 4 如果那個4日 都可以造成一個二次項 那它有機會 就用這個行等式 那我根據這個邏輯 我就想 i2 就會等於 負1 那兩隻i2 呢 就可 呃 sorry sorry i2等於 負1 那當我左右手乘4 的時候 那我就做出了 負4 i2 就等於 負4乘負1 這樣的話 即是說 原來我可以將4 轉化做負4 i2 那為甚麼這樣做 如果我 出了這個步驟 這個步驟呢 即是說 第二項 我打橫再出了 這個步驟 咦 有兩個完全二次項 兩個完全二次項 那就是identities 即是之前我在教過的影片 或者是其他影片 我也經常這樣說 你看到兩個所謂的so-called the so-called perfect squared terms If we have two then we should associate to identity We should think of identity ok 那這樣的話 你一看了 a加b a減b 然後便會看到 咦 是啊 分子分母都有一個common factor 那我們可以立即做這個 這個 若減 cross out 這個common factor 這樣便會出了最後答案 這條數的歷程就是 我看到 我看到 在 樓下 就是在 denominator 分母的位置 看到beta 加2i 那我就聯想一下 上高的4 和2 有沒有關係呢 如果有 那我怎麼能夠做到 a square minus b square 就是做一個 兩個完全二次項 雙減呢 那我就在那裡量 就從i入手 因為下面有i 那我常常應該都有i 那最後就是這樣 量度出來的 好 那說到這裏 就完的了 好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你有興趣幫我做marketing的 麻煩你share我這個 在各大平台 ok 這次經文是送給大家的 因為我只能夠教到你少少的知識 但是神卻教許你生命 有緣的我們會在樓下 那是大尷尬為經的啦 拜拜